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弟弟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什么弟弟 我明明是哥哥 在母亲肚子里时 我感应的危险才一脚将你踢出去 让你比我早出生一分钟 胡扯 你明明是自己太胖没能出来 我才是哥哥 你们是小娘胎里的事情 模模糊糊记得 其实这几十年来 我们之间是能沟通的 只不过无法联系外界 未成青石 并有灵智 难道说两位小少爷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们应该是先天倒胎 先天倒胎体内蕴含无上灵气 极适和修炼 严总 不如让你这两个儿子带入我门下吧 这 老爷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 万不可错过 我儿顽劣 日后还有老楚先生多费心了 严总尽可放心 天下 无敌 还不快拜师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那我就先告辞了 你们二人先休养身体 待全玉后来江城找我 师父慢走 我们很快就去找您 李叔 我想起来楚大使向谁了 谁呀 老爷 唐家大小姐 唐婉佩 可是从未听说过唐婉佩婚佩呀 传闻唐婉佩曾经与一人私奔并诞下一子一女 唐家得知后将她软禁在某处 至今无人知晓她的所在 唐家真是遭灭呀 生生让母子分离十几年 宗主怎么还没来 你急什么 宗主说来就一定会来的 你不知道 我家那两个兔崽子最近又开始不安分了 这次真的需要宗主出手了 来了 宗主来了 楚夜 这次我必会让你付出代价 你就是赵天明 正是在下 完备蒋天拜见万魂宗宗主 恭迎宗主入江城 废话少说 你们把江城所有修者的名单给我 今日我便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江城的新主人 何人敢闯我吴馆 好歹也是一方镇守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江城无者不过如此啊 这个气息 难道是那个家伙回来了 当年我拼尽全力才将他逼退 如今数十年过去 他竟然又卷土重来了 你 你到底是谁 为何要伤我师父 哼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万魂宗宗主 我们与万魂宗肃无恩怨 为何要对我们相守 听说你认识楚异 你先告诉他 我徒儿的仇 本座必将讨回 今晚九点 我在乾隆山庄等他 呵呵 快去通风报信吧 快 快将此事告诉初大师 罗师父 有事吗 楚大师 万魂宗宗主来找你寻仇了 他今晚九点 又在乾隆山庄与你约战 哦 约战 外邦小儿如此嚣张 当我江城无神吗 你将所有企业龙头召集起来 今晚我请他们看场大戏 是 老大 到了 不知楚兄弟约我来此 有何有事 嗯 华盛集团秦华盛 江城学院的孤老院长 都是江城想当当的人物 怎么都来了 樊总 听说您与那位楚先生关系不错 他突然约我们来此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也不知道啊